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接受洛琪的采访 OK 好 比较害羞 没关系 我们之前沟通 你是19岁是吗 是的 我是19岁 所以你是我所有采访的嘉宾里面 年纪最小的一个 我是在高雄出生 然后在高雄长大的 我妈妈是越南人 然后嫁给我爸爸到台湾 差不多在我妈妈23岁的时候 嫁来台湾这边 然后生下我哥 我哥哥之后再来是我 所以我是一半越南人 然后一半台湾人 那我想问的就是 你看你妈妈是从越南过去台湾 是相当于一个跨国的一个情况 你妈妈到台湾生活 有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吗 嗯 我觉得完全没有 哇哦 嗯 我觉得 他那个时候有跟我说过 他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 其实台湾人都很有善 就是也不会觉得说哦 你是这个什么越南的移民啊 然后来我们台湾这边抢 抢宴我们的资源什么的 他是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从小你也没有见到过 有些人对你妈妈有 有这种歧视的眼光是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可能一部分也是因为 我妈妈她融入当地的环境 呃 特别的快 有些人 呃 可能还不觉得 我妈妈是越南人 因为她中文说的 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那个台湾腔调 嗯 我觉得更比较扯的是 有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老师 呃 他会直接在 试 课堂上 在当着学生的面说 我支持 中国统一台湾 what 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然后 呃 所以 你知道 所以你知道那个 所以台湾的年轻人嘛 就是学生嘛 就是比较 呃 他们的思想就是跟 年纪大一点的人比较不一样 他们就是会觉得说 哦 大部分会觉得说 哦 台湾要独立 台湾要 呃 台湾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自己一个国家 那所以当老师这么说的时候 毕竟老师还是 整个教室里面的权威嘛 嗯 那 学生们也不敢 不敢多说什么 但是 就是会 心里会翻白眼这样子 呵呵 所以像你这样的是 你是00年以后出生的这种 新世代的 嗯 呃 孩子 年轻人 都是比较支持台湾独立 统一 独立的是吗 对 我觉得大部分是因为社交媒体的影响吧 像是 呃 如果说他们到Facebook 还是YouTube 他们看到这些评论 就会 里面好多人都说 哦 中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呃 没有自由 没有人权 嗯 那台湾一定要独立 台湾一定 呃 比中国好 然后 所以我觉得 呃 很多台湾人 特别是像我这种 比较年轻的人 他们就是 我们就是比较 怎么说 态度比较坚硬 就是说 台湾就是台湾 台湾跟中国不是一样的 呃 你说的这些支持中国统一台湾这些老师 他们的大概的背景是什么样的 也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吗 还是说他是 嗯 我觉得 对 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但是他们的父母是中国人 就是属于 外省的二代 对外省的二代 但 有一些可能不是 我我不是非常的清楚 但 对 那这些老师大概他出在什么样一个年龄段呢 那个时候的话他们都是 五十六十岁了 五六十岁 都是19 六年 1970吧 ok 你觉得像这种支持中国统一台湾的这些老师的比例大吗 比如说十个老师里边你大概觉得会有几个呢 嗯不大了 因为年纪大了都要退休了 所以 ok 比较年轻一点的的老师呢就 我觉得他们就像我们一样 嗯 就是会觉得说 台湾台湾 然后中国就中国 在台湾你也读过书 在美国也读过书 你觉得这两边哪一种你更喜欢呢 美国 为什么呢 呃 因为 美国人 美国的高中的教育制度吧 我觉得 不是只有高中 我觉得 整体上来说 他们是 我觉得他们比较注重 学生的 这种领导的能力 领导能力跟 呃想象力 呃 还有就是他们不希望 不希望学生 呃被 限制 被限制给局限 所以他们 呃 像是 台湾 的老师通常就是 比较 机械式一点 比较robotic 嗯 给你一个课本 上面 写什么 就 学习什么 但是美国的话是 他给你 提供一些网站 你自己去学 你自己去查 培养你自己学习的能力 对 培养自己学习的 的能力 那 老师就是 美国的老师 他们的 角色就是一个 像像是一个 呃 引导你的 嗯 这种 老师吧 引导者 对 引导者 那 台湾的话就是 嗯 权威者 就 就是 呃 我念什么 你就念什么 我 我 我写什么 你就写什么 我我画 重点什么 你就 你就跟着画 就是完全是 copy and paste 对对 美国的话就比较 就是有很多呃 presentation 就 嗯 说你自己去做research 你 你自己去 呃 去做一个那个 呃 slide slide show 然后自己去做presentation 这样子 然后当着全班的面 你总体上觉得美国的教育制度是好 那么你在美国上学有你不喜欢的地方吗 嗯 有 呃 哼 先说一个不喜欢的地方 嗯 虽然说不是特别的重要啊 嗯 但是美国的高中其实有些是很大的 我去上的那个高中是特别大的 那跟台湾不一样的是 呃 在台湾是老师 你是 可能一整天都坐在你的教室里面 嗯 不同的老师 不同的 课 都要来一个教室 都要来一个教室 美国的话呢 是你 你要到老师的教室 不是你住在一个教室 你是没有一个教室的 你是到老师的教室 嗯 我明白 所以有的时候走的会特别的远 从 从 从 最 东边走到最西边 来回这样走来走去 有时候会特别累 很累啊 那 对 但那个不是特别的重要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比较不喜欢的地方就是一些 种族歧视吧 你遇到过吗 哦 有遇到过 特别多的 特别多 特别多 是针对你本人 还是 针对别人 每个人 呃 可能是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 Oregon 在Portland那边的话 就是 很多的白人 呃 我那个学校我记得是 80%白人 嗯 10% 呃 Mexican 然后剩下来 就就就就是一些 呃 亚洲啊 还是 一些其他 还是什么 Latino 什么 所以你是 所以你是 作为一个极少数的学生 在学校里 对 对 我 我的学校 亚洲人比例才 3% 哇 3% 台湾人的话就只有我 跟 另一个 那一个学校有多少学生 大概 嗯 多了 呃 一个年级的话 差不多有 1000个吧 哦 成很大的一个学校 对 然后 美国高中 4个年级嘛 就4000 4000多个 4000多个 那以白人为主 就会有一些 你说这种 种族歧视 是这种白人至上主义呢 还是 就是单纯的种族歧视呢 你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 嗯 呃 现在的话 不会说 就是 真正的那种 白人至上的 种族歧视 但是是开玩笑的 种族歧视 但是它还是种族歧视 但是还是种族歧视 就是还是一样是 不 不适当的 嗯 但是现在 我觉得美国的小孩 就是 说 就是虽然被 有被教育说 哦 你不能 种族歧视 嗯 但是他们反而 会 觉得说 这是一个好笑 好玩的事情 所以说呢 很 很多一些 白人啊 还是 不是黑人 就是会 很喜欢说 呃 N word 就是说 黑鬼这个词 他们特别喜欢说 特别是 他们只 只敢在 黑人 同学 不在的时候 说 一直说 嗯 学生吧 就觉得说 哎 为什么不妥当 我不是有言论自由吗 我 我不是 就不是就是一个词而已嘛 这有什么 这有什么好不妥当 言论自由不是让你去伤害别人吗 对吧 对 嗯 那所以 有一次比较扯的是我在 公车巴士上 去学校的路上 他们一些 白人 嗯 就 坐在前面 最最前面 黑人坐在中间 那我觉得 可能 黑人 同 黑人同学他们那个时候先进到校车里面 那白人同学之后才进去 那所以他们可能没有看到 后面坐 坐在中间的黑人同学 有几个黑人 四个 四个 三个兄弟姐妹 嗯 嗯 然后他们 就坐在前面的那些白人同 那些白人同学嘛 就开始 继续在开玩笑 继续在胡闹 然后就说了很多这种 呃 不雅的言论 那被黑人同学听到了 然后 他们就开始 呃 就是说 就就怒了 就生气了 就说 诶 你不是黑人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说 然后那个时候 他们甚至差一点就要打架 嗯 就是 那个时候 呃 司机 呃 校车司机还在开车到学校的路上 然后那些黑人同学就 就开始做到 呃 前面的那 呃 跟 呃 那些白人同学 的一个区块一起 然后他们就开始 那个 就是 在 问 在只问他们 为什么 你们要 这样子说 然后 那些白人同学就 哦 我没有啊 呃 我只是说好玩而已 没有什么吧 嗯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就 看着那个一个比较高大的黑人同学 直接抓起那个白人同学的意念 说你 就是说 if you just say it one more time and I'm going to fuck you up 哈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 呃 他们应该要更重视 呃 这个问题 就是说 呃 种族歧视还是种族歧视 就跟你说的一样 不是说好玩就是好玩 好笑就是好笑什么的 你不能把它包上一层 玩笑的包装 然后随便去说它 因为还是会伤到很多人 我觉得美国对亚洲人的歧视 我觉得是更多的 特别是在学校 因为他们又包覆上了更多的这种玩笑的心态 在外面 那一层就觉得说 诶 呃 没有人说我不能说 这个 这个 亚洲人是chika 还是什么 是什么东西 chika 就是 n word 但是他们 不是n 是ch 对中国人的 对中国人也是亚洲人的这种歧视 ok 然后就是会笑 会笑一些 呃 亚洲 同 呃 亚洲同学啊 眼睛很小 呃 呃 英文 英文有口音 这样子 然后 然后呢 他们 他们会很明目胀胆的 就这么说吗 会 会 因为 有一些 特别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亚洲人 嗯哼 他们也开始觉得 这也是一种玩笑 他们开始觉得被歧视 没关系 因为 每个人都觉得好笑 对 但是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吧 对 但是像我这种 是 真正实实的移民 嗯 呃 从台湾移民到美国 我一个 我以一个移民者的心态 我觉得 不好笑 我觉得 也不好玩 嗯嗯 就是他们 因为我 我那个时候 其实 英文说的还ok 那有 有些人就觉得说 我也是在美国 出生 长大的 那些被 童话的亚洲 呃 亚洲小孩 然后他们就是一样 当着我的面就说 呃 就是说 哦 what's up asian 你懂吗 就是说 呃 为什么你要说 你说 what's up 就好 你为什么要说 what's up asian 你懂吗 就会觉得有点白眼 觉得有点 有点不礼貌 嗯 这样子 呃 就是他们就觉得说 呃 就是你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一些 呃 嘲笑亚洲人的评论 都 呃 你都可以在美国的高中 看得到 你都遇到过 都遇到过 都遇到过 有没有针对你个人的 比较过分的这种歧视呢 有遇到过吗 没有 但是我有遇到过 针对别人特别严重的歧视 有一个同学吧 呃 他就是在 课后 呃 上学 下课了之后呢 被一群 不是只有白人 白人 墨西哥人 还有一些 亚洲白人的混血儿 嗯 呃 他们就包围住 包围住一个那个 亚洲同学 长得比较 哀小一些 然后呢 就开始对 就开始对大家说 也是说一些不雅的言论 就是说 诶 呃 美国人非常注重在 对黑人的这种种族歧视 但是他们可能也忽略掉了 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 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嗯 是因为这个 针对黑人的这个种族歧视 在美国社会 在美国社会非常非常的敏感嘛 嗯 再加上 黑人他 怎么说呢 说直白一点 不太好惹 如果你说他们的话 真的 不太好惹 对 但是我们亚洲人相对比较有点 胆小怕事 所以会更加的欺负我们 是这样吗 我同意你的说法 他们觉得我们亚洲人呢 好欺负 我觉得总结来说就是这样子 他们觉得我们好欺负 就想要欺负我们 对 你觉得如果遇到人家这么去歧视 你应该怎么去做呢 嗯 首先我 我当然会跟他说 you know this is inappropriate 这是不适当的 嗯 再的话呢 就是walk away 你懂吗 因为你其实你在怎么跟他说 他就是一样 他可能不会去改 我觉得说太多也没用 嗯嗯 你就就是 你就walk away就好 就是 呃 不用去 给 这种人太多的 attention 太多的关注 你 你越 关注他越兴奋 你知道吗 嗯 他越 他越想要欺负 呃 亚洲人 所以说呢 如果说每个人都可以 就是就是 just walk away 然后 forget about it 就是不要去这么在意的话 终于一天 那个人 他会觉得 哦 怎么这么无聊 怎么 我怎么 我这么弄 我怎么没有人想要理我 哈哈哈 他就说哦 好吧 没办法 算了 我就不弄 弄啊 这是你的方式 这是我的方式 但是每个人有不同 那你觉得 黑人 就像你见到车上那些同学 黑人的处理方式 你觉得那种方式怎么样 就是说 如果你真伤害到我的 我就要干你 你又怎么样 我觉得稍微有一有一点鲁莽 嗯 因为 其实是因为 如果说你在学校 特别是高中 你如果说你打架 嗯 你干了什么坏事 学校是可以把你expell 就是你就是 把你退学 你就不能到我这个学校上课 呃 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黑人同学 嗯 因为他的女朋友 被一个 一个亚洲的一个屁孩 嗯 呃 骚扰 那他就是 下课之后 找个地方 把他给揍了 嗯 那他隔天就被expell 他被expell的之后呢 他还不能到其他高中去上课 因为其他的高中看到 这个学生有这样子的记录 他们会怕说 这个学生伤害到学校的名 的名誉 所以也不接受他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没有办法 走投无路 就只能 homeschool 就他那个时候 我才二年级 他就没有办法再去上高中了 没办法 哇你的意思是美国高中对学生 不是美国高中了 美国所有的学校 对学生打架的事情 会看的这么严重吗 因为中国的初中啊 高中男生打架很正常的事情 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 正常 也比较正常 对不对 正常 但是在美国 他们好像非常地重视这个东西 是吗 对 他们重视暴力 他们不喜欢暴力 嗯 呃 他们重视人权 所以他们不希望 不希望自己的学生 自己学校的学生 自己学校教育出 这种会打架的学生 所以就会把他给退 退学 对 差不多18岁的时候 搬到加州 嗯 那我不能去上加州的大学 是因为我钱不够付那个 out of state tuition 就是外州的学费 嗯 还有分内州跟外州的 那我必须要在加州 呃 生活at least one year 就是一年以上 嗯 那我才可以申请这个 in-state tuition 就比较便宜 就比较便宜一些 那个便宜是很大的便宜的 那个差度是很大的 嗯 我准备要去上 呃 那个community college嘛 社区大学 嗯 学费的话一个学期是 一堂课是一千块 for in-state tuition 那out of state tuition的话 是八千块 哇 差太多了 对一千块 versus八千块 所以我没办法 我就只能在这边生活 呃 先生活工作 然后顺便存些钱买个车 把要上大学的资金什么都准备好之后就 再去 你父母不会帮你出学费吗 一般亚洲小孩父母帮出学费的机会很多 诶 我的父母不一样吧 嗯 我妈妈她现在有另外嫁给一个老公 嗯 就是我的继父 嗯嗯 那其实我 然后呢 我妈妈她后来又有了一个小孩 ok 是一个 呃 但是她有自闭症 嗯 呃 她是属于重度的自闭症 那所以 她生活没有办法治理 那我妈妈就需要去帮助她 ok 理解理解 她自己也没有钱 所以要 你就要靠自己吗 就要靠自己 然后 我爸爸妈 他现在 住在台湾 他会帮你吗 嗯 他 他说他会帮我 但其实我 不是很希望他要帮我 因为 因为 我觉得 因为我从小六七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异嘛 嗯 那我跟她的感情也没有那么深 嗯 怎么说呢 就觉得说 算是一种陌生人的 对 所以就觉得 呃 其实我 自己来的话是ok 我很多同学也是一样是靠自己的 他们可以去申请那个financial aid 呃 现在的话 哦 呃 你去申请financial aid的话 如果你是 呃 全职的学生 你你不仅 呃学费 可能是免费的 哇 而且 每个月政府还会给你八百多块 上 呃 呃 像是一种费用给你吧 嗯 我跟我的counselor 呃 那个时候在沟通的时候 至少他是这样子跟我说的 嗯 哎 我想突然想到一个途径啊 呃 我听说有很多人像你这种情况 因为你很年轻嘛 你可以先去军队待几年 他们会给你 等你退役之后 他们会给你上学的学费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啊 你有考虑过吗 我有考虑过 但是呢 我 我看过 太多 嗯 就是 我 我想要去做什么的时候 我一定会 调查的特别深 嗯 我就调查到 呃 特别多 那些后悔 去当兵的人 嗯 因为 怎么说呢 军队里面的生活 呃 我听我们一个客户说 是特别的压抑的 特别的沮丧 very depressing 那我听到了那个时候 我的念头就被打消了 我一天上八个小时 现在 那我上七天 七天上班 嗯 不休息吗 我不休息 你熬一周工作五十几个小时 嗯 我不休息 哇你好拼啊 呃 因为 老实说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有休息嘛 那后来我发现 我休息的时候 我自己又回到上班的地方去了 因为没有事情做 哈哈 可以交个女朋友啊 就有事情做了 确实是可以 对 交个女朋友 但我觉得要 还是等到上大学的时候 嗯嗯嗯 呃 再交比较好 对对 嗯 因为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接触的人 也是一样 呃 类似自同 更更自同道合的 的人 就是跟我 志向蛮一致的话 我觉得比较好 嗯嗯 如果说在 在学校以外交的女朋友的话 可能我觉得 可能以后生活也会慢慢分开 对 因为你要上学嘛 对对对 也是 对对对 有道理 那你现在就是完全靠自己来养活自己 呃 住在哪里呢 我 我跟我舅舅住在一起 嗯 就是房租是不用你付吗 我付 哦 还要付房租 哦 对 会少一点吗 呃 一些 呀 哇 已经很棒了 我觉得你 我像你这么大年龄的时候 还在上大学 还要花家里家里人的钱嘛 哦 是吗 对对 所以你你已经很棒了 嗯 谢谢 在美国的话 我觉得 呃 很多 很多 美国的父母 会希望说 他们 他们的小孩 18岁之后 就靠自己 更独立 更独立一些 对我觉得美国的小孩 我觉得这样是好的 对 我以后也会这么要求我自己的小孩 好 我以后 我以后也会变得更独立一些 我以后也会变得更独立一些 我以后就会变得更独立一些 感谢观看